猝不及防 这次 Google造人了 昨晚 谷歌召开一年一度的Google I.O.大会 谷歌CEO匹柴直接寄出了这次大会的王牌AI 这个智能过人的AI让人看完不禁到吸一口凉气 相比Apple Siri和Microsoft Codecanny智能机械式对话的语音互动 Google Assistant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 Google Assistant不仅能听得懂人话 而且 他可以无障碍和人沟通 经验全场 发布会上 用户对Google Assistant说 我想剪头发 Google Assistant接受指令后 直接帮你电话预约 整段对话 Google Assistant表现得自然流畅 理发店那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竟然是在和AI对话 难以置信 AI在与真人的对话中丝毫没有出现任何滞后和逻辑错误 Google Assistant甚至还能帮你预定餐馆 影院 旅行社 媲美私人智能管家 他更厉害的地方还在于 可以通过学习 像一个发小闺蜜老友那样陪你聊天 同时实现多线处理 发布会现场经验全场的Google Assistant 02 Google 这是要上天啊 之前发布的Google Lens 可以用AI帮你看世界 用镜头扫一扫路边的眼花 马上告诉你这是什么品种 扫一扫路由器调形码 就能自动连上WiFi扫一扫路边的餐厅 立马跳出该餐厅的评分信息等 还能去掉照片中乱七八糟的东西 秒杀修图软件 对了 它还可以和谷歌翻译结合 扫一扫 立马切换语言 这些强大的人工智能 靠的是强大的第二代Tensor处理单元TPU 它能有效地将Google服务器 变为 具有11.5千万亿次浮点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 狂甩苹果Siri几条街的节奏啊 发布会下来 很多用户被Google Assistant的智能程度吓到了 AI将越来越快颠覆人类社会秩序 Google Assistant这样可怕的人工智能将会逐步掌控我们的生活 032-000年 高盛在纽约总部的美国现金股票交易柜台雇佣了600名交易员 但今天 这里只剩下两名交易员留守空房 瑞银在财源路上也没有落后 这是八年前瑞银集团的交易大厅 现在的交易大厅却成了这个样子 高盛 瑞银的交易员被替代的经历 只是全球金融公司的一个缩影 用更高的科技取代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人工劳动 是所有行业的一大趋势 估计在两三年后 交易大厅能空出一个足球场来 德勤最新开发的财务机器人 一个机器人可以定替15个财务的工作 而且可以每周24小时7日的工作 36万小时的人力工作 财务机器人只需几秒就能完成 更是一分钟可以完成人工15分钟的工作 荷兰的ING银行宣布了一个 可以让他们在未来省下近9亿欧元的数码转换计划 而计划的内容就是 先砍掉5800名员工 占员工总数13% 未来在世情况 让另外1200名员工转职或是裁掉 无独有有 德国商业银行也宣布 到2020年 他们将会将银行中80%的工作都数码化 自动化 最终将会裁掉9600名员工 德意志银行CFO的员工代表表示 将进一步裁员1万人 若加上去年宣布的9000人裁员计划 该行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员工将受影响 几乎整个欧洲的银行业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意大利 苏格兰 瑞士的银行业股价大幅度暴跌 意大利银行业坏账率已经高达16% 苏格兰大银行随时可能倒闭 机器人的操作既节省了成本 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它解决了手工操作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大大增强了数据的准确性 其次是 能够快速响应企业业务的变化和扩展 使之真正能达到100%全覆盖 它抢人类的饭碗 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吧 零四金融数据服务商开手开发的程序 做分析工作只需一分钟 而拿着高达35万美元年薪的分析师们 需要40小时才能做完同样的工作 它预计 到2026年 有33%到50%的金融业工作人员会失去工作 他们的工作将被电脑所取代 斯坦福教授卡普兰做了一项统计 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中 将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 在那些以低端技术 体力工作为主的国家 这个比例可能超过70% 花旗预计 2015到2025这十年间 欧美银行将裁员30% 数量最多达到170万人 36万小时的人力工作 AI只需几秒就能完成 一切人类在AI面前都是树懒 马斯克说在未来20年 全球12%至15%的劳动力将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 不过 李开复更狠地说10到15年之后 也许50%的人类可能都要面临工作部分 或全部被取代 他预测 未来的人工智能革命在规模上降与工业革命旗鼓相当 甚至有可能带来远比工业革命更快速 更巨大的变革 新时代的洪流已至 你我皆被裹挟其中 新的失业潮即将来临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人类唯一战胜 阿尔法狗那个行业 疲惫得理事时早早睡下 世界在慌乱中恢复矜持 以为人工智能 不过是一场虚惊 然而在长夜中 阿尔法狗又和自己下了100万盘棋 是的 100万盘 第二天太阳升起 阿尔法狗已变成完全不同的存在 可理事时依旧是理事时 从此之后 人类再无机会 富士康搬到美国而不是东南亚 就说明一个更悲剧的问题 现在成本问题已不是关键 关键是富士康在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布局 血汗工厂模式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人工智能 不再是科幻小说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 人工智能正在快速超越人类 这也意味着 倘若你不去改变 就只能被社会淘汰 就只能失业 过去的荣耀已经过去 将来的辉煌才属于自己 如果你想把握未来 现在必须提升自己 赶上潮流的脚步 从小就来到的路上 那么多人 再想把握未来的 我真的要说 感谢观看